哈囉哈囉我是慕尼 建俠奇緣R已經在12月8號早上11點開服了 這部影片就是要介紹我實際遊玩將近4小時的經驗分享 一季遊戲有三種音樂給你換 大英雄 畫地為牢 劍俠琴 十種門派給你選 金木隨火土 你要的都有 然後30集前可以免費改名一次 喔對了預先登錄送的馬三天就會死 有夠讚的 因為我是沒有玩過以前劍俠的任何作品就直接遊玩 我選槍天忍開局 遊戲裡的戰力稱作冰甲子 然後有幫會系統 裡面還可以直接語音 嗯對 語音就是直接播出來的那種 一開始我想說哪來的聲音 結果是幫會傳來的 你點組織線任務 基本上都會贏到 除了像是運標車這類的任務需要手動去點 其他基本都能自動任務 組織線任務做一做就會來到將近27等 27等之後會有點卡等 大概在29等就會來到第一次的大卡等 正常遊玩兩三小時就能達到29等 雖然我後來花了將近兩小時在測試能不能達到30等 但最後以失敗告終 不過跟我一樣開服就完的玩家 卻有不少人已經達到30等 人不知道怎麼辦到的 超強 這裡簡單告知 在29等就會發現經驗值要900多萬才會升等 你以為打一隻怪物經驗值就好幾千好幾萬嗎 打一隻經驗才108 10倍修煉才1080 後來我發現 打怪都是一隻一隻在打 所以升等速度可想而知 所以個人私心認為解任務PVP比較像是這遊戲的主軸 因為解決任務常常經驗都是幾十幾百萬在跳的 然後一些擺攤拍賣行遊戲裡也有 然後遊戲該有的世界任務也有一周時刻表告訴大家 武器裝備該強化的密集該抽的也都算完善 就跟一般手遊一模一樣 正當慕妮玩建俠奇緣R玩到一半 發現我想看的動漫更新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兩個都想要啊 我想要一邊看劇一邊玩建俠奇緣R 怎麼辦 誰能救救我 我聽到你的心聲了 想用手機玩 但又想到手機耗電字又小 爽度不夠 遊戲裡按鍵又超多 想看劇 回訊息 又想玩遊戲 什麼 你說建俠奇緣R 也有電腦版嗎 沒錯 不管你要玩什麼 看什麼 只要你使用雷電模擬器 無論你要回Line 看FB 看IG 看抖音 看動漫 看新聞 邊回訊息 邊玩手遊 雷電模擬器 讓你一心二用 不要再用手機切來切去 有夠累的 即刻下載雷電模擬器 讓你暢快自由 支援超多手遊 你的最佳選擇 下載連結就在留言處跟說明欄 趕快下載吧 好啦 玩了近4小時 我認為就如同開服前 大家預測 基本上這是一個情懷手遊 有玩過劍俠系列的 我想基本上都會來嘗試這款手遊 但如果你沒玩過 厭倦的近期掛機型的手遊 想要節奏慢一點 那你絕對可以試試這款遊戲 就算你沒過以前的劍俠 你也能體會以前電腦遊戲的古早味 也不錯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玩4小時的心得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我是慕妮 我們 下次見 大家掰掰